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琪琪 今天要制作的是小微移花圈 很适合爸爸妈妈跟小朋友一起动手做哦 准备的东西有 一条棉绳 两根吸管 各种颜色的纸 剪刀 胶水 夹子 小黑夹和打动机 首先要把吸管剪成大约3-5公分的小段 剪好大概就这么长 接下来要将纸剪成花瓣跟叶子 可以先把纸剪成5成10公分的小几块 等一下操作起来会比较顺手 如果小朋友还不太会使用剪刀 就请爸爸妈妈帮忙啰 叶子的部分比较简单 先把绿色的小纸块左右对折后 剪一个扁扁的半圆形 攤开就是一片叶子 等一下我们要利用它串成花圈 所以我们要在叶子根部的地方 用打动机直接打动 花的部分虽然可以直接在纸上剪出一朵花的样子 但是会很麻烦 这边教大家简单的偷吃布 先把小纸块上下对折 剪出一片花瓣的形状 在中间用打动机打半个洞 再摊开 两个片花瓣对准洞口 搅错覆叠后 再用白胶黏起来 就完成一朵美丽的花 可以用不同颜色的花瓣 瓶做一朵花 看起来色彩更丰富 准备六到八片叶子跟花 就可以来进行串花圈的动作 棉线量好所需要的长度 不论戴在头上或脖子上 都很可爱 记得多留一些长度 让等一下串花圈的动作更顺畅 像穿针一样 用棉线 穿过小黑夹 这边记得多留一些长度 我们会用小黑夹来穿过 吸管、滑板和叶子 另外可以用夹子夹住棉线的尾端 避免在串的时候 东西从另一边掉出来 接下来照 吸管、叶子、吸管、花瓣、吸管、叶子 这样的顺序 全部穿好后打个结就完成了 如果把花瓣跟叶子稍微再卷一下 制造立体度 做出来的花圈会更漂亮喔